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第一個Press的簡報 那麼您來這邊看一下 點到這邊 其實我蠻建議各位老師其實也可以先怎麼樣 先看一下別人的 先看看別人的 我也是很多的 我覺得我還不夠多 好你知道這個eplot 你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 它基本上其實是支援中文的 當然不可否認就是中文的字型 大概就是黑體而已 因為畢竟沒有什麼其他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看 接下來這個 有沒有情人節的有沒有 你都可以點進去看一下別人怎麼去設計 所以他是把大家做的分享出來對不對 不是不是他這個是那個 那個是人家的別人做的 那有的部分 有的部分他可以那個簡報他可以 好像是共享一樣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他的版權有沒有 在這裡他說這個不只是公開喔 還可以怎麼樣reuseful 表示你可以拿去用 所以你在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mac copy 直接拿走就好 嘿嘿你就可以做拿回來直接來修改 這是一種方法對不對 那我們也知道 我們先稍微瀏覽一下 先稍微瀏覽一下 有沒有這樣的方法 那您在用 其實不見得這樣那麼乖的這樣用 因為你看跟我們簡報一樣 你滑過這邊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 有那個小點有沒有 一樣你可以直接跳 跳著走 或者怎麼樣 我就不想要照你的 我就滑鼠的滾輪往後退 我自己來看 你到底準備什麼東西 自己拖曳游覽也可以 好拖曳游覽也可以 這是第一種方式 我們透過看別人的 也許有些他有把它這樣共用出來 那麼 如果你真的要開始做自己簡報的時候 你到這個myplace這裡 其實他每年都有一個 那個好像一個競賽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常會看到很多優秀的作品 好 你看有沒有create newplace 他跟微軟一樣 還是有一些簡報給你 因為剛開始我們總是比較不熟 所以他有一些範本 你可以去選擇 剛剛我覺得 慢慢的大家比較熟悉之後 你就要跳脫那個框架 什麼叫跳脫框架 就是說 你不要用別人的 也不要收到微軟簡報 我就一定要怎樣怎樣才叫一個簡報 你就比較天馬行動 就是一張白紙 好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 您如果是這個EDU帳號的 你會發現我有一個雪絲帽 如果你不是還沒有升級的 就是比較單純 就是一個那個logo在跑這樣子而已 我先等各位一下好不好 來我把它還給你 好 我們剛剛呢 選擇了create新的之後呢 你看 這邊是不是又出來了 裡面呢就有很多 那麼 你現在看到只是九個 那右手邊比較popular 可是你可以看到more 有沒有更多 哇 嘿 其實他的簡報範本 一段時間就會更天 所以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你可以先找幾個 喜歡的 先找試看看 比如說我看到這個好像還不錯的 點到它 你可以直接使用這個 或者如果老師比較熟了之後 直接用空白的有沒有 空白的就好 其實也蠻不錯的 好 那你用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進到裡面來 他就把裡面都摳好了 你看 內容有沒有都放進來了 好 整體的結構已經都有了 你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 你老師看到這個不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了嗎 PowerPoint的對不對 所以 你現在看到這邊就是一頁一頁的 我們講的就是他的什麼 導覽的流程 不過通常我建議老師 如果你用了範本之後 先不要急著改進去 因為你先看他是怎麼跑的 好先看他怎麼 那我怎麼看他怎麼跑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Present 從這邊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你所選的範本 好先看一下第一個在哪裡 所以他先從主題在這裡 好主題在這邊 然後呢 先從這裡開始有沒有 因為有時候萬一跟你想的不一樣 你做錯了 所以通常我都會先看一下 開始從這邊到哪裡到哪裡 有沒有 好 那我大概了解了之後呢 我現在就回到這邊來編輯一下 OK回來了 好你看他說叫你是不是增加一個標題 好 但是你在做之前要注意一下 點到他 中文打 哇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補進去對不對 欸 因為呢 這個語氣不同 所以您看到右手 右上角這裡 欸不是這裡 看一下 欸 啊就這裡 欸這裡有沒有 你看這個地方 好右手邊出來了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一個中文的布景 有看到了齁 你要換這一個 當然其實如果說 我就堅持喜歡這種色系的 因為這個布景 總是色系都不一樣 好 如果你堅持喜歡 其實可以像網頁的方式去用 他是用CSS 可是這邊變成是要一點點 語法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就是今天老師先暫時先用這樣子齁 好 你就點一下他 這個時候你打中文就可以囉 你看我剛剛中文打不進去有沒有跑出來了 對不對 跑出來了齁 比如說我的標題 我就不要這個顏色你可以從這邊改掉 有沒有 大標 小標 八比就是我們講的本文 好本文的部分 然後你的背景顏色啦 你的框框的顏色啦 箭頭顏色這些都可以在這邊改 好那你這邊設定完了整體就會一起 整體就會一起受影響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你看我剛剛套用了之後 有沒有真的不大一樣 你看這條線是就不一樣的 現在的顏色就不一樣了 好所以有的 版本大概不會差太多 像這個就沒有差到 但是有的就會 可能跟背景顏色有一些衝突的 那就建議各位老師可以進到這個Advance這邊 來做一下調整 好那你下次呢 如果你覺得這個我就喜歡了 你就可以把它存起來 下次就不用在那邊改來改去的 好 好OK你看 第一個 第一個進來了 可是這是第七個 你有沒有注意到它上面有號碼 有沒有這裡有號碼 這邊號碼就是對應到這邊 好進去 對對對 所以如果說老師你覺得 沒問題喔 這個要做標題 那你能看你第七個 第七個 不好意思 第七是在右手邊這個 如果你這個要放在第一個 你就按著它 你不覺得跟我們用過的東西很像 對啊 簡報也是這樣 對不對 泡泡也是這樣 就是調整一下 好那就它就先看這裡 再看這裡 有沒有 好 那所以你可以先針對它 的這些內容 比如說像這樣子打 那萬一如果說 老師覺得說 欸不對喔 你可以點到旁邊 點旁邊這裡 拖曳 就是沒有東西的地方按住它 滑鼠是不是很拖曳 假設 欸我就覺得 欸這個地方我要了 我希望一進來就在這裡 你可以先把它 輪到的那個位置先調好 然後從哪裡 從這邊 編輯路徑這裡 這裡有個路徑 它每一個都叫路徑 編輯路徑 有沒有 我要 add current view 因為你現在裡面你看我左手邊 我的畫面裡面 有沒有我現在這個畫面 剛好沒有對不對 我標題沒有進來 沒有進來 所以我希望說這裡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 錄音到我指定的地方 編輯路徑之後 按到 add current view 有沒有發現多一個進來了 那你就看 喔不行喔我想要放到第一個 有沒有這是進來了 好那就離開它 編輯是這樣按一下也是離開 有沒有 好現在呢我們播放 第一個看全部 第二個看我的主題 對不對 第三個才跑到右手邊 這裡來 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數字改變了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會不會很難 好像不會齁 嗯 等一下你就發現好像有點難的地方 他們跑來 在哪裡 因為比如說他現在規劃八個地方給我 萬一不夠怎麼辦 少沒有問題啊我就不要用啊 少的話你一樣編輯路徑來 你看一下 假設這裡這三個我沒用到對不對 你可以旁邊這邊有個叉叉 拿掉 拿掉 我就沒了 因為我簡報沒那麼多 好 再離開 所以他就這個看完 這個看完 就沒了 通常啦 通常我們大部分比較習慣 就最後一頁還是回到跟第一頁一樣 就看全關的 或者有某些你比較特定主題 我會把他移到那邊去 讓他有一個 這是再有一個整體的印象這樣子 好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 如果萬一不夠的話 你要怎麼增加 好不好 所以老師先挑選一個你喜歡的 那進來以後呢 第一個 先把你的布景主題這邊 進到這裡 要選擇中文這個 中文這個 那萬一如果不滿意的 就到進階這邊調整 第二個 你就看哪邊 你先打看看中文字行不行 再來就是我們講的 編輯的路徑的部分 還有調整順序的部分 來還給您囉